知道的话 我想从来退休了 我不是巴菲特 我对股市是不太懂的 现在只要讲到AI 就会超级嗨的广达董事长林白丽 股东会后被问到 有没有投资超级好朋友 回答黄仁勋的公司股票 大开玩笑自己不是股神 但还是大声呼吁 小股东们要多买广达 讲话明年的话 还会有更好的成绩 有更多的机会 也希望股东们 多买广达的股票 就是因为AI大浪来袭铺天盖地 林白丽看 现在就是市场的爆发期 不止国际大咖云端服务商 都是广达客户 在手订单不断增加 这两年忙得不得了 营收获利也将有高度成长 开始发明 然后再来固局 然后再来整个市场开发 这三估计都同时发生的 不要去据据未来 你不如去移民的未来 不预测AI会爆发到哪 只凭继续跟着一起高飞 林白丽说广达的战略 就是超前研发 笔电每年心机问世 AI伺服器每两年一次大开款 车载电脑每三年换一个世代 不止今年研发费用 会比2023年230亿还要多 未来也会持续扩大 看好AI市场未来两年百花齐放 虽然林白丽说如何应用还要再观察 但是他一撇过去不爱受访 这回股东会后畅聊AI近40分钟 真的不难看出 工程师的梦想可以实现 也一种兴奋 东森财经新闻 沈玉藤叶子